嗨,亲姐妹,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线上每日曙光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主题为 保守己心 真言的第四篇的二十三节 它说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根据美国心脏健康的协会的研究呢 要保持心脏健康的话 就要关注以下的一些事件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不抽烟或者不学家 要每天呢有适当的运动 要吃有利于心脏健康的食物 要控制血压 要控制胆固醇 要控制血糖 人的心脏呢 其实它是不到四百五十克重的 它每天要跳动十万吃 按平均寿命的计算呢 一个人一生的当中 心脏将跳动2.5亿多次 全身的血液系统呢 包括动脉 脑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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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衰竭 为什么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呢 心 是对人内在生活的一种反应 反应我们的思想 反应我们的情感 反应我们人的意愿 心呢 是人生命中心点 他也是生命的 来源 因此呢 让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的第7章20到23节 他说 人 里面出来的 才会使人 污秽 因为从里面 就是 从人的心里 发出 恶念 淫乱 偷盗 杀害 羞杀 奸淫 贪心 邪恶 诡诈 放荡 嫉妒 毁谤 骄傲 遗忘 这一切恶事 是从 人里面 出来的 都能使人 污秽 耶利米苏的第17章第9节 他说 人 的心 比万物都诡诈 怪到极处 谁能 湿透呢 有时候 我们心里是如何的 我们 也不知道 人 都认为呢 自己 心里面所存的 别人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的就是 神 他是看得见的 因为 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但是 耶和华 是看 内 心的 第二 我们要如何 保守我们的心呢 第一 我们要做的就是 保守我们的口舌 真言的第10篇24节 他说 你要除掉欺诈的口 远离怪谬的嘴唇 要置不一切 淫词 妄语 和嬉笑的话 这里 圣经说我们要用 各种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分分复复的 存在 心里 那么我们要 在心里面呢 来尊主 基督为圣的 我们常常也要用 言语 来带着和气 好用我们 用 言 调和一般的 这个言语 我们 回答人 然后我们看第2呢 就是要保守 我们的眼目 真言第4篇的第25节 他说 你双眼 要向前正视 你的眼睛 要向前 直望 约翰在 约翰一书的 2章16节 他告诉我们 因为 � 世界上的事 就是 肉体的 情欲 眼目的 情欲 并今生的 骄傲 都不是从 雾来的 乃是从 世界来的 再加上呢 肉体上的 情欲 今生的 骄傲 眼睛 仍然是有份的 那么眼睛呢 就占 试探 来源的 至少 二分之一 第3 我们 要保守 我们的脚步 真言的第4篇 26 和27节 他说 你要谨慎 你脚下的 路径 你一切 所行的 就必稳妥 不可偏左 偏右 要使你的脚 远离 恶事 要谨慎 要三思而行 不要急于奔跑 以免呢 错 走错了路 你要逃避 少年的 施欲 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节说 二十二节说 要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仁爱 和平 第4 要保守我们的耳朵 真言第4篇20节 他说我耳 我要留心听 我的话 要留心听我的话 侧耳听我所说的 要听什么呢 要听记载在圣经中 神的话 神的命令 那么 让我们再看 我们的结论 就是 这位神学家 珀斯卡 他这样子的说 他说 人心都有一个空洞 唯有神 能够充满 我们要用 美好的事物 将我们的心 给充满 使他 没有空间 容纳 邪恶的 东西 愿神 赐个大家 愿神赐个大家 请不吝点赐个大家 字幕志愎者 杨茜茜